为了关心原民部落发展以及维护历史文化移植 县长林明珍与原民局长史强会同议员廖文贤林芳宇 一起前往仁爱乡五届部落关心地方发展 同时也听取取冰古道维护改善工程计划相关简报 林先生表示县府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保存以及维护 相信经由古道修复一定为地方带来发展与繁荣 县长林明珍与原民局长史强会同议员廖文贤林芳宇 一同前往仁爱乡五届部落关心地方发展 受到部落熟人热情欢迎 为了关心原民部落发展以及维护历史文化遗址 县长林明珍也听取相关人员 针对县府向中央争取600万元改善取冰古道 维护改善工程计划相关简报 同时表示县府非常重视地方历史文化保存以及维护 相信古道的修复一定能为地方带来发展与繁荣 我们县政府对我们偏远地区 也就是原汁民地区的一个观光的开发 我们都非常的重视 那么尤其对历史文化的 我们都会一定要来更加强的来做宣导来维修 所以这次我们升级到600万的 这个七兵古道的一个维护计划 那么这个600万就是要把这个七兵古道 维护在把这个古道强新再修复起来 让这些我们这个平原地区的这个特色能够展现 吸引我们都会区的这些喜欢爬山的 来到我们这个部落来这边进行一个旅游 尤其这个古道是非常有历史价值的一个文化 所以我们继续来推动吸引更多的观光客 到这边来做旅游 让我们偏远地区原乡地区的原汁民地区 能够因为带动人潮 让他们在经济方面 农透产方面有所帮助 增加我们原汁民地区的这个经济收入 医院廖文贤林芳宇纷纷表示 取兵移植古道对部落的观光产业发展 具有一定的关联性 相信透过中央及地方政府的协助 已经能够提升地方观光以及农产发展 这个骑兵古道是以前朝期 我们这个骑兵的我们部落的原住民 必经之路要到埔里的一个必经之路 因为解决于震灾以后 这个地方就很多的像吊桥还有道路 都损坏 这个地方的观光游戏资源 非常的丰富 还有这个瀑布 所以这个地方来做一个改善的话 可以吸引很多的游客 来我们五届部落 今天也由我们县长亲自到场 来了解这个计划的执行 不足的地方也希望说能够补足 该怎么修复也听听了地方的这个意见 做这个古道的修复 能够希望说能够这个古道的修复 能够带给地方一个更完善的 这个更安全的这个古道 以及地方的这个设备 然后能够希望外地的游客 能够利用假日的时候 来到这么好的一个 这么漂亮的一个山区 这么漂亮有特色的这个部落 能够带动地方的一些产业经济 林青岛表示 县福相当重视地方历史文化保存及维护 未来会积极宣导行销 让民众了解渔民历史文化采风之美 透过观光发展 带动地方产业发展与繁荣 拒绝赛事期任外相采访报导